这一期的话将会是1到3期的一个小节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1到3期之前干了什么 首先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些基础的 class 基础的蓝图class 包括了game mode 游戏模式 然后有些控制器 然后还有 这个我们的角色 角色的积累 然后通过这个角色积累 我们创建了一个子类 就是我们的这个角色 然后我们这个角色 之后我们把角色的相对的一些操作的一些 首先是调它的collection 就是它的一些碰撞的东西把它调好之后 再调一些它的输入的一些设置 调好之后我们再把 我们导入了一个模型 然后把那个模型重新导进来 然后把它重新target到我们想要的谷歌上面 然后再把这个模型放入到我们这个角色的character blueprint 角色的蓝图的mesh里面 然后这一块 然后这这时候当我们把它 然后做完之后 我们再通过把这个相机也挂上去 这时候我们就就有一个角色了 可是它还不能动 之后我们就制作了一些输入 就是包括了前后左右的输入 还有鼠标或者是相机视角的转动 这些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角色 就可以移动的角色 但是这个移动的角色是那个模型是没有变化的 之后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动画蓝图 这个动画蓝图就是 是在哪什么是要基于这个角色的 mesh用的这个模型创建的一个动画蓝图 这个动画蓝图就是用来去创建那个模型的各种动画的 在这个动画蓝图里面 当我们创建这个动画蓝图里面之后 我们再把动画蓝图 拖进我们这个决策蓝图 mesh里面的animation部分 然后在这个animation部分 选择让蓝图去drive这个mesh的animation 去控制这个这个模型的动画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是大部分工作的进入这个动画蓝图 就是动画蓝图 我们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状态机 在静止然后走路还有这个跑步之间相互切换 我们制定了我们去稍微处理一下一些动画 然后去把他们拖进来 让他们播放在各个状态里面播放 然后再定义了这个状态之间转换的条件 最后面把状态输入拉出来 输入作为这个动画蓝图的输入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角色里面 这个mesh就可以引用这个动画蓝图的输入 apply到他这个mesh上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角色 是在移动的时候是可以播放这些动画的 目前这就是一到三期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是利用了续换引擎 它原生的一些功能 因为续换引擎它其实对制作这种第三人称的游戏 非常之友善 就是他有很多功能都是原生的就是他已经说白了 就是他做好了 我们只是做几个选项 然后他就可以实现了 包括这个简单的你看这些转动啊移动动作 这些都是直接的引擎其实就做好了 我们是点点某些东西去启动它而已 然后这个一到三的话使用的这些素材 就包括了一个角色的模型素材 然后还有那还有一个就是移动 然后这些这些动画 如果你没有这些动画或者没有这些素材的话 你完全可以找其他的代替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你找的这个人物的模型 需要和虚幻引擎啊 需要和虚幻引擎的这个标准的骨骼配对 比如说我下载这些素材这个人物 他用的是虚幻引擎的标准骨骼 由于是manicuring skeleton 然后这个动画素材 他用的也是这个标准骨骼 所以这两个是可以配对的 你只要到时候自己用自己的custom 就是自己自定义的素材的时候注意这一点 那你无论用什么素材也是可以实现现在这个效果的 所以这是一到三期的一个小总结吧 之后我们会加入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翻滚 还有加入一些简单的攻击的功能 这些攻击是这个 Rule motion的攻击 就是说这个攻击就是像黑魂里面的 就是攻击自带位移 然后攻击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去打断它的 就是会比较像魂类游戏的攻击形式 好